你要做好承担失败的心理准备 我把我所有的时间 灌注这在品牌上 甚至我的桃花 我都不要 我就是要好好做这个牌子 嗨大家好 我是小吉 记得爱吉塞尔也要爱自己 久违来跟大家聊一聊 那最近我拍这支影片的时候 刚好是劳动节的前夕 所以我就想说 可以跟大家聊一聊 工作相关的问题 其实今年的4月28 刚好是我的创业满五周年 很多人可能会好奇说 创业是怎么一回事 或需要什么能力或特质 那我接下来就以我个人经验来分享 我觉得创业要有的五个特点 先打个预防针 可能不是每个人创业都是这样 那请看接下来的影片 第一个 你创业的话 你要有自律性跟执行力 当然其实我之前在做KOL的时候 我自认为我算是一个自律性蛮高的人 就是我会规定 每天自己几点要起床 然后几时回Email 开始写文或拍素材什么的 创业的话 没有人是你的上司 没有人会督促你要做什么 除非你 已经有一个比较成熟的路冠群 他们可能会督促老板要干嘛的那种 一开始创业你就没有那么多人 你就只有你自己 你要有一个明确的目标 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这么做 有了目标你才会有执行力 才有办法按部就班去付诸行动 把这件事情变成真实 梦想变成现实的过程一定是又臭又长 不太可能一开始就按照你的计划 你要有很强的自律能力 然后你要一直提醒自己 我现在是在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我不能偷懒 不能想蒙混过去 你已经创业了 你就是付出你的身家 不能帮自己找借口说 我做不到 你投到你的想法是 我该怎么努力做才能做到最好 你最后呈现的成果才会是 比较符合你的想象 但创业一开始可能你要先想好 创业你要创什么业 假如是零售业你要卖什么东西 你餐厅你的卖点是什么 奉劝大家 假如你知道你自己要卖什么东西的时候 你先把商标想好 然后先去注册这个商标 其实这是创业第一步最重要的事情 商标记得去注册 现在很多就是快电商或什么的 但是我必须跟大家说 你在准备任何事情的时候 不管是怎么样 你都还是要有耐心 跟能接受失败的勇气 其实应该说创业这个念头开始的 我觉得等同于勇气 对 你假如没有付诸行动的那一个勇气 他永远不可能开始 所以我觉得这是跟人格特质 适不适合也是有关系 因为像我就是比较一个 梦想家 我是一个很喜欢做计划的人 我是真的会写计划 虽然说我的Excel什么那些能力不太强 但是我就会写到我的小画家几十分钟 小画家 就蓝色那个 那其实你发展一个新的企业跟品牌 大多数啦 不太可能一开始就做得好 大部分新创公司 其实不一定能撑到五年 可能他会经历一个默默无闻的时期 累积不好 很多困难 供应商怎么样 我在创业初期 或是你还没开始创业前 你就会遇到很多困难的 说老实话 以前你在帮人上班的时候 你是为别人付出 但是当你为自己付出的时候 可能就会比你在幻想中更多困难 而且你会很恐慌 会不会我手边的钱砸下去 是什么都没有了 但也有人是很幸运一下就很好 就是可能你会经历一段 出货出的很差 就是人家订货 然后过了一个月才收到货 这种很混乱的时期 或是口碑不好啊 可能没有意识到说 适合你的不一定适合大家 然后产品研发不出来啊 也不可能说商品一生出来 以下就卖的好 一定会成功 一个好的产品 他其实就是要经过考量嘛 然后设计才会问世 那运气不好 可能就要经过很多年 那运气好可能很快 我品牌有一支产品叫做重生霜 他就是他全名叫做黑蜂蜜玫瑰完美 重生修护霜 他其实光研发就花很多年 对 这中间要有耐心 应该是说 我是一个比较在乎产品品质的人 他其实可能一开始就可以上了 但是我觉得不够好 因为我用过太多好的 所以我就想说 这是我家品牌第一个霜 我一定要他超好的 要用的有感觉 很多原本在用那种贵妇霜的客人 中年庆都不买那个牌子 他都买重生霜 真的因为我遇过 因为我是个私底下跟客人聊天的人 这中间是经过耐心 经过无限次的修改 无限次的断墙期 你要做好承担失败的心理准备 可能他做出来就坏掉 就能丢掉啊 对 就是类似这种 我都有遇过 你们知道吗 只是我没有讲 等于是那一丢掉一大笔钱 但是为了你的品牌着想 我觉得品质是很重要 等于是你要创业呢 心理素质首先就是要比别人强啊 你才有办法扛住这些压力啊 我常跟自己说一句话是说 有时候我们在生活当下 或工作当下 我们不会意识到自己说自己很辛苦 当我意识到的时候 我会告诉自己 我在enjoy这份辛苦的当中 那工作对我来讲是一个很有成就感的事情 然后第三个我觉得你要有换位思考的能力 跟良好的沟通能力 有一个想法我觉得是不对的 当然可能不是所有员工都这样认同 但是我自己是觉得说 当老板不是说给员工钱就好了 你要让员工有愿景 有关怀员工的人 当你一开始是创办人的时候 通常要身兼多职 你要跟不同的管道 不同的对象去沟通协商 不管是公司内公司外合作厂商 公司没有行销的时候 你只是你公司的公关 就是这种换位思考跟沟通能力 应该说多重角度就很重要 比如说你跟厂商开会的时候 你要怎么跟对方协调 跟公司同事开产销会议的时候 我要怎么掌握目前的状况 假如公司没有人知 因为小公司可能一开始没有人知的时候 要怎么去面试求职者 你知道怎么确定说 他才是你想找的人 但是我身边想分享一个经验是 譬如说你希望你找的人 是一个伙伴的概念 然后是交信的那种 那你平常就是也要多跟他交信 你希望他这样 可是你没有这样对他的话 他就不会这样对你 其实这件事情 摆在很多地方 其实都是这样的 所以其实我们必须要站在不同的角度去沟通 换位思考这件事情 其实我之前好像有拍过影片 他不只是在人际上关系很重要 在职场甚至创业上 都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然后第四个呢 假如你是一个工作多年 所以你有自己的人脉 或是你因为这样认识很多 你要做的这个产业相关的 不管是人事物或是甚至工厂 我觉得这个社交手腕 人脉其实确实啊 说现实层面这是蛮重要的 因为刚刚提到说创业初期呢 我们品牌有可能经历了一个 默默无名的状态 那这时候 你的人脉跟社交手腕就很重要啦 譬如说好你在 这个业界你工作多年 所以你认识了一些厂商啊 那一开始就不会是无头苍蝇 你会知道说要去哪里找 要去哪里做 然后你有认识KOL 那因为你是他认识的对象 所以他要接你的案子的时候 他可能就会比较信赖你 他就比较不会 因为你不是一个有名的牌子 所以就推掉你的案子 确实啦 这个对于产品初期的曝光度 是有帮助 但是有好也有坏 因为可能大家刻板印象会觉得说 网红卖这个东西 可能只是为了赚款钱 就是把他当作一个小孩 像这种误会 可能就是真的是有好也有坏 好是他认识你这个牌子 知道说有在做这个牌子 但后来就是他可能对你有刻板印象 就像我们公司员工 有我们的顶级客户 就是那种年消费新台币 7万以上的顶级客户 他说一开始品牌出来的时候 他没有很看好这东西 因为当年金油保养品是个市场 并没有很火红 但是我就是挑自己有兴趣的事情做 爱这个数十年了对 但后来他自己就从国外回来之后 他就很想找这种东西来用 所以他那时候就想说 好啦他那个包装蛮漂亮 用用看好了 就有移用成竹部 甚至跑来我们公司上班 就是爱用者 当然他工作能力也很好 那有点离题啊 但是就是想跟他讲一下说 其实真的是 我是确实很认真在做这个牌子 对我把我所有的时间 灌注这在品牌上 甚至我的桃花 我都不要 我就是要好好做这个牌子 对 真的真的 我就常跟我朋友说 其实我还蛮相信命运的 就是人生的分数是有限的 所以就是假如感情很好 你就会花很多时间在感情上面 你就比较会分心 没办法专心在工作上 但我也有花很多时间在我儿子身 会跟我爸爸 就是我家人身上 我其他时间都是在工作 所以我常会跟我的同事讨论说 我们最周要拍什么议题好难拍哦 因为我生活就是工作好无聊 总不能拍我工作的一天 就只会看到我一直在电脑前 卡拉卡拉卡拉打字 对 基本上我就是很专心在工作啊 对 当然前面有提到说 你有人脉你懂这个业界 那你可能 你就会比较知道说 好的原料啊 好的什么东西在哪 他们互相介绍 跟你说业界是很小的 所以其实我们从你年轻的时候工作起 你就要好好认真工作 对然后好好维持好正常的人际交往关系 对 教你不晓得你未来你十年后你会不会创业 那这对你的创业是有帮助的 然后第五个 我觉得最重要的关键一点就是 抗压能力跟解决事情的能力 你不管是在卖东西或服务业或是开餐厅 那过程中一定会有一些消费者无法得知大大小小的问题 譬如说 请不到人 我跟你说人才真的是小公司的血液 你刚才说你把老板当做一个心脏好了 那你没有写你的心脏怎么跳啊 对不对 小公司人才有时候真的很难请 对我来讲一开始人才流动我是很难过 我就会跟同事说 我真的觉得我很像经历了无数次的离婚 这真的 这真的我心里感觉是这样 其实这样表示 其实我是把他当重要的人来看 然后还会遇到有些比如说厂商断货 或是你是贸易商 东西就没有韩班飞回来 所以东西就delay啊什么的 然后甚至像原物料涨价 通常这种是小问题 动议法千全身 它会影响到不同部门的运作啊 然后公司内部规划的时程可能都会被打乱 所以其实就算是你已经成立一段时间的公司 你永远都要有自己的plan b 对就是你要想解决问题的方法或是要怎么变动 但是我觉得在中间最重要 以一个新创公司的角度最重要是什么 老板啊老板自己要先稳住吧 总不能老板表现得好像很恐慌 然后从事就会觉得说天啊 我们公司是不是要倒了 我们公司是不是要倒闭了 所以其实我觉得抗压能力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我不认为抗压能力是你创业的时候才会开始培养 它一定是从你小的时候 甚至你刚开始工作的时候 你就在培养了 很多人说哦我的抗压性很好 我觉得这是因为我遇到了各种疯疯活活的事情 所以我才培养到现在能力的 但是我也不认为我自己抗压能力很好 人本来情绪上就会有高潮跟低潮啦 所以你不只要能抗压啊 不只要能承受这个遇到坏的事情 你还要有解决事情的能力 所以你要常常动脑思考 去帮这个事情可以解决 基本上创业就是一个很累 但是苦中作乐的一件事情 对以上就是我今天的分享啦 那今天分享只是单纯跟大家讲说 创业的一些基本的大方向 之后有机会再分享其他的 那这个是我自己的内心化 你的心理素质强大 你才有办法建立一个比较稳定的公司 但是我觉得你事前比别人先想好 下一步 我觉得这件事情非常重要 应该说人有时候真的是看运气啊 时机点非常重要 你要抓住那一个时机点 你才有办法在创业的这条路上更顺利 假如你很有创业的那个憧憬的话 创业或许没有你想象中难哦 虽然说不是每个人的特质都是适合创业的 但是假如这是你人生的目标 你已经想很久 已经规划很久 那或许你可以试试看 但是我觉得不要去做自己不了解的事情 你一定要事情了解了 你才有办法成功 不然你很容易被骗 对那欢迎把这支影片分享给你身边想创业 或是在职场上有点迷惘的人 也欢迎在你底下留言心得哦 大家下次见啦 拜拜